字幕提供 看來你好像在看MyRadio的節目 是啊,我在看抑敏踩場 不過我都擔心 遲點去英國工作沒得看 那不會 這個直播和重溫環球全地球都可以看 那就非常好 大家可以經PayPal、PayMe、專數快 或者Patreon繳交月費 在此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的月費計劃 付費支持自由發聲 請支持MyRadio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玉敏踩場 現在同你否釋政治 好,回到第二節 第一節我就提到 所謂葉劉、經貿辦的性質已經改變了 他流亡香港人和仇華議員的活動 你是沒權做這件事的 經貿辦 你和你的工作性質不一樣 英國政府有權連你經貿辦 如果你葉劉說的話是真的 我想特區政府不會承認你葉劉這樣說的 你作為一個行政會議召集人 你說這些是很不智的 是吧 因為你行政會議召集人 你這樣說就代表政府說的 可以 不是,你憑什麼說呢 你用什麼身份來說這件事呢 報道新聞的時候就一定說行政會議召集人 葉劉淑儀 說這件事的 是吧 特區政府駐倫敦的經濟貿易辦事處的工作性質已經改變了 是吧 他現在正在做的那些事 包括跟蹤、監視、羅冠聰等人 這些所謂的仇華議員 以及這個流亡港人 是吧 駐港領事館都經常做這些事 跟蹤什麼人呢 監視什麼人呢 請問 你苟不答白呢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那你只是叫倫敦經貿辦事處快點刪判 類似的做法 駐港領事館都有公開搜集情報 人家有搜集情報 搜集公開情報 不是好像你現在跟蹤人 是吧 他的說法 他那時候就可能人家說 他意思就是說 有些仇華議員還有香港流亡分子 當地搞事 推出那些針對香港議案 甚至提出制裁 經貿辦就會留意 留意而已 意思就是這樣 駐港領事館都有做過這些情報收集工作 包括公開情報、電視、節目、傳媒、網上消息 那就不是你說的那樣的 這些是 你現在講 他在说这个阿彪哥,这个警察在经贸办的,他在做这些事吗,收集那些公开情报,电视节目,传媒,网上消息,不是的, 他们在通讯的工具里面所显现出来的就是,他是在监视这些人, 最好笑的在这个节目,他说如果中英关系,重媒正轨经贸办的工作性质也都会转变, 现在中英关系恶化,你就要派一些人在做特务,拘捕你了,你叶刘淑瑜也拘捕你了, 那你上一次,你的大使被人召见,那你现在在香港就召见, 这个,你就是驻港总领事,英国的驻港总领事,外交部特派员的崔建春, 就是召见这个驻港总领事,那又怎样呢, 你提出严正交涉,别人那个强烈谴责,你是严正交涉, 你都没有为这件事去解释的,是你叶楼去解释的, 这一节要讲另一个秩人,那个叫李家超,是吧, 李家超呢,他出席这个报业工会,即是在,应该前日, 上个星期,香港报业工会收拾了他,真是, 那请他参加七十周年的活动,和最佳新闻奖, 他预奖礼,跟着他发表演说,语无伦次,是吧, 就是,他教训新闻界,是吧, 你凭你这个死警察, 你凭你了,书又没有读得多少, 你知道新闻界怎样运作吗, 你现在作为一个特区行政长官, 你就凭你什么,好学不学,是吧, 你教训传媒,教别人怎样做新闻, 教老爸动房,是吧, 哪有一个行政长官可以在这些, 所以,喂,你可能无免皇帝四个字, 为什么你都不知道, 或者传媒是第四拳,你又不知道,是吧, 传媒有监看社会的职责, 你又不知道, 传媒是社会公器,不是私人公器, 你又不认识,是吧, 阿叔教书教这么多年, 都是说这些,社会公器, 传媒是社会公器,是吧, 我们需要的是自由, 而负责的新闻事业,是吧, 传媒是社会的看门狗, 政府的,就是, 监察,最有力的, 一个工具,代表人民, 你这个混蛋真是报业公会演说, 教传媒,最好笑就是, 评论和唱衰有很大分别, 评论和唱衰有很大分别,我都知道的,是吧, 评论呢,就是那些懂得写文章的人写的, 懂得评论的人写的, 或者是在传播媒体里面才看到评论的文字, 或者评论的内容, 比如我做评论节目,是吧, 小弟是香港电视第一个直播的, 政治评论节目的主持人之一, 奴门阵,直播的, 那时候我们算不算唱衰啊, 猛烈批评当时的特区, 这个港英政府,是吧, 和批评这个中共政权, 算不算唱衰啊, 那是批评啊, 我经常说, 我们最恨我们做传媒的人, 最恨听到一句说话政府说的, 我们是会接受建设性的批评, 是吧,批评是需要有建设性的, 是不应该破坏的, 我记得曾俊华也试过, 你说我们这些是破坏的, 你是建设, 很简单, 我们做传媒的, 或者我们做一个民意代表, 我们的责任就是批评, 批评是不需要有建设性的, 你建设性就是, 我立心就要有建设性的批评, 你要接受我的批评, 接着你要做一些好事, 那就叫建设, 如果我的立论就是这样, 你不是啊, 你建设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搞破坏, 如果你批评, 你有建设性就可以了, 以前的政府就喜欢说这些东西, 批评要有建设性, 不要有破坏性, 接着我就一定是这样说的, 我批评一定是破坏的, 你真是, 建设就是你, 因为我破坏了你原有的这种体制, 或者这种不当的制度, 是吧, 你行政上的失误, 是吧, 我去破坏你, 我推倒你, 接着你去建设, 是这样的嘛, 哇, 现在轮到你李家超就是, 你用唱税, 不是建设了, 是吧, 他说大家可以提出问题, 作出评论, 但是提出问题, 和挑拨矛盾是有分别的, 什么叫挑拨矛盾, 由谁去定, 那个是挑拨矛盾呢, 批评你李家超, 你一定是, 你批评我才是唱税我, 你就是挑拨矛盾, 你不如找国安法拉勾他吧,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因为我李家超是, 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 我代表国家政权, 你, 唱税我, 或者你挑拨矛盾, 这个就是触犯国安法,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你不如这么说吧, 你真是, 走去报业公会那里拆, 是吧, 所以这些人是没有读书的, 还有他对传媒, 或者对新闻工作, 他是屌你什么, 亡无所知的, 在这里语无伦次, 提出问题, 作出评论, 是吧, 提出问题和挑拨矛盾有分别, 评论和唱税有分别更大, 你说什么呀, 什么叫评论和唱税, 什么叫做你接受的评论, 是吧, 你不接受的评论, 就是唱税, 这些语无伦次, 香港人很不幸, 这些人可以做特首, 是吧, 整天自我感觉良好, 现在你是十七九空, 是吧, 早两天才有朋友, 传了一段片给我, 说这个万仪大厦两层的商场, 那些关门的店铺都占了八成以上, 那万仪大厦中环, 湾仔的店铺也是, 你说多糟糕啊, 是吧, 他们都说没件事的, 还在那够说的, 是吧, 还要说, 用心良好, 用心不良, 用心建设, 用心破坏, 这些都是有分别的, 为社会利益, 为私下利益的分别, 你和新闻界讲这些东西, 我真是, 那班报业公会那些, 喂, 负责人坐在下面, 真是, 喂, 你稍微, 有些廉恥的人, 根本你起身走走开, 还坐在那里, 所以香港现在的报界, 哪是报界来的, 是吧, 你是一个, 喂, 你是一个真真正正的, 所谓的journalist, 你不会坐在那里, 听他说的, 什么叫做用心不良, 那你在报业公会那里, 讲这些东西, 即是告诉大家, 在你们, 喂, 现在坐在那里, 听我说的那些, 有些是用心良好, 有些是用心不良, 有些是搞评论, 有些是搞唱衰, 不是, 你需要在那里讲呢, 你只能在那里, 你只能在那里, 那里坐在那里, 就是报业公会那些人, 报老板, 是吧, 最多就是报老板, 是吧, 或者那些报业的行政人员, 是吧, 他不会有记者, 那些前线工作人员, 不会坐在这个报业公会下面, 听李家超在那里, 那你想跟这些报老板说什么呢, 不如叫他们去做什么政府的宣传工具, 你给钱就可以了, 你知道吗, 你养起这些报纸就可以了, 这不是白痴吗, 这个, 所以香港, 你说有些人, 你想生也挺难, 真的, 然后跟着就说, 你要叫这些报界什么呢, 自立自强, 在创解职, 合力推动香港不断进步, 为社会营造, 积极进取的氛围, 共同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 一国两制方针, 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 你以后, 真的很好笑, 是吧, 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 一国两制方针, 相适应, 什么叫相适应啊, 又要适应爱国爱港, 又要适应一国两制方针, 我说说文解释, 你讲到这些, 我会有很多东西说, 这是没有读书的人, 白痴, 香港, 现在价格地还是国际金融中心, 价格地现在都叫做特别行政, 它是一国两制, 你说这些东西, 是不是很白痴呢, 现在这些说话在大陆说就对了, 大陆就不用了, 它一定是坚持, 习近平的思想, 新闻界也是要坚持习近平的思想, 捍卫习近平的思想, 什么界都是, 教育界, 学术界, 文化界都是, 香港就是要这样, 现在都差不多了, 祝你好运啦, 李家超, 你不要快点死啦, 我不是责人死, 你快点死, 对你好点, 你明白吗, 不是你献世, 我同情你, OK, 我这个快点死, 就不是就你死, 叫你快点收屁, 不要出来献世, 什么叫相适应, 你解决我听这三个字, 帮你写这些文章的人, 都要吵架他啦, 是吧, 以爱国爱港为核心, 一国两制方针, 相适应的主流价值, 不知道你说什么, 现在香港, 新闻界一定要知道一个主流价值, 那个主流价值呢, 就是爱国弘扬, 以爱国爱港为核心, 一国两制方针, 相适应的主流价值, 这些什么是中文来的, 大哥, 这句话我读出来, 你问一个中文很聰明的, 他都未必懂得解释, 真是不知你说什么, 已经是, 好, 走一走,